跟随高雄的呼吸 聆听港湾的声音 朝鲜希望的远航 朝阳大海的美丽 高雄光波电台 永远陪伴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 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 又到了每周五的下午 我们一起在空中搭乘渡轮 我是轮船公司的怡文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走向一个 非常的international 非常的国际化 不是带大家在港内玩乐 今天我们要出港去 我们要航向全世界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我们来宾是目前 在我们物流承染业就业的朋友 妹讲 哈喽 你好 嗨 你好 我是在好好物流的妹讲 那今天会跟大家聊聊 海运在疫情之间发现的事情 是 我想这两年 这两年来呢 疫情影响了我们生活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这个海运业 常常一夕之间 早上一觉醒来看到新闻 就发现 哇 昨天晚上海运 好像或者是前几天海运非常的精彩 在这两年来 好像不断发生这样子的新闻 对 突然这一个传统产业 变成大家的很注目的焦点 当然也因为航运股的暴涨 暴跌 导致大家很多 很多人开心很多人难过 然后也就让大家又再次的看到了这个产业 是 那对于民众来说 大家可能比较有感觉的 大概就是说看见新闻说 航运股暴涨 或是航运股暴跌 那没有在玩股票的人 没有在用股票投资的人 可能对大家来说 这就是一个新闻而已啦 但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说 究竟 这个海运业跟疫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然后在这两年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嗯 好 那其实这两年除了疫情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2021年的3月 有个evergiven在苏伊士运河卡住 对 那本来海运的速度就是 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就罢工啊塞港等等 就已经很慢了 那导致大家就有一点就是很紧张 想说怎么办 都一直没有货要断料了 就开始疯狂的订货 那就货量就大增了情况之下 那就海运就已经有需求增加的感觉 是 那其那 也是要说假象也不算是假象 就其实大家的需求应该是一样 只是因为那些货到的时间 delay太久了 是 所以大家就开始想用各种方法 呵呵 如果美国西岸进不去 就从美国东岸进去 如果还是进不去就走空运 大家就是想尽办法进去 就导致了海运的需求 就是价格就一直往上飙往上飙 是 那那个价格的差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像2019年的时候西岸 就是我们到美西到LA 嗯 然后Long Beach这些地方 大概一个大柜才1500 所谓的一个大柜就是我们常常在 呃 港内看到的这些在船上的这些货柜 对 的一个货柜的运价 嗯应该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小柜的话是20次 嗯 那大柜的话就是40次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比较大的 那就是40次 比较小 它的一半的那就叫20次 呵呵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价格都是40次的价格 是 那它在2021年的12月就飙到7500块 美金吗 对美金 哇 所以它是倍数的增加 是 那如果说是像东岸的话 本来在2019年是大概在2500 嗯哼 那到了2021年的12月就到了1万块以上 就是美金 所以其实它就是四五倍以上的飙涨 是 这对其实呃成本来说 到最后还是到消费者身上 嗯 所以就是导致现在的通膨 嗯 对啊 那因为本来就已经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Ever Given 那那个时候大家就更加的恐慌 然后导致这个呃 大家一直去订货啊 一直疯狂购买的那种气氛就更加的浓厚 然后所以造成了海运费一直往上飙 然后也造成我们就是这三个货柜三雄赚得很疯狂 哈哈哈 然后就一堆的投资人也就趋之若鹜的进来 那也造成了在2021年的七月长龙的呃股价到了两百三十三 然后阳明的股价到两百三十四点五 就是造就了我们的高峰股价这样 是但是股价跟你们呃一般在业务上面或者是工作上面 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影响有吗 如果有买的话就会有影响 心情会受影响 像我本人就是 就是一阵波动 上班的心情 上班的心情影响 因为如果有听我们之前的广播 应该知道我之前在五六块的时候就有买过阳明 然后就是你就知道这种波动非常的大 是是是 那你呃这样子同行之间像是你的业务也会接触到 像是阳明啊长龙啊这些的同事们 对 他们应该就会心情更好 哦对 大家就会疯狂的关心他们 然后他们就很怕被绑架 是 就很怕他们的logo会被大家看到 哦 就其实那一年就是长龙的那个年终先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一片欢腾 对 然后那时候阳明的同事们就会有点落寞 但后来就是政策还是有一些贴补了他们 嗯 对 但就是大家一片心心向容 我觉得今年的过年是大家最开心的一个年 是 但也因为这一段时间就是太多 嗯 曾经不曾发生过的事情会有很多新闻出现 然后我们也都会 就算是已经在业界十几年了 都会觉得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就是有创了一个就是媒奖聊海运新鲜事的这个 呃 Facebook的粉丝专业 然后会让同一或者是对海运界有兴趣 想要知道一些新鲜的新闻 嗯哼 的人可以上来看看 那如果私讯我的话就可以有我的联络方式 这样 是 这两年的确发生了很多前所未见的 疫情当然是一个啦 嗯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长荣的这一艘船 呃卡在运河中间 对 以你从业这么多年来有听过这样子的潜力吗 没有 所以就是大家也想说哇还会发生这种事 但这其实也可以预见啊 因为他的运河就是这么大嘛 但是大家船就越造越大 嗯 所以 现在其实蜘蛛医师他也是要再加钱啊 就是他也是想涨价啊 因为他整个要去应付这些船了之后 他其实他的所有设施也都必须要升级 那当然其实在这一波 就是船公司赚了钱之后 他们其实也都有了很多投资计划 嗯 那 他们就会去买像我们这种承染业啊 会去买航空公司啊 会去买仓库啊 码头等等的 嗯 这其实也是会是我们这一行的一个小隐忧 就是感觉可能这些船公司 自己想要做一条龙的服务 嗯 对他们连空运都不想放过 因为有钱就想乱花啊 是 哈哈 好那所以你现在有为未来工作 未来的工作担忧吗 目前是还好 因为毕竟我是在船公司的 没有公司 那我为其他的forward就是 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 但目前他们现在都还在筹握中啦 我觉得还没有开始有一些气候 嗯 但相对的他们掌握了绝对价格嘛 毕竟船啊 柜子啊 等等资源物都在他们手上的话 寡占的情况会更明显 嗯 我们刚刚谈到说 呃 因为大家预期的像是货物这些有塞港有罢工 所以大家有点类似囤货的心态这样子不断的创造了很多需求 现在这个塞港跟罢工的情形还有持续吗 哦还是有耶 而且罢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因为其实能源的问题包括乌尔战争的关系 那其实我们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嘛 那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影响就会是我们的薪资是不是可以足够去支付这些支出 那当然其实在欧美国家就会很快的就会开始反抗 那港口就会开始罢工 就要求要涨价啊 要要求涨薪水啊等等 那这一波美国德国英国后来也烧到了韩国南非 嗯哼 荷兰等等 就目前现在就是遍地开花啦 就是大家都想要争取更多的收入去cover这些通货补障的成本 那塞港的话就会因为这些罢工就会造成塞港 是对那去年年底是塞港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美西那个时候塞港 那他的塞港就变成非常多的船 他就是停泊在外海 嗯因为他根本靠不进去 是 然后之前其实在呃以台湾到美西大概14天就会到得了 嗯哼 可是那时候他们可能光在外海就要等14天 哇 对就整个delay 那就更不含包括你还要送到里面内陆 因为你看美国他其实是一个很大面积的国家 他包括还有很多内陆的需求 嗯哼哼哼 那变成内陆的需求 他除了这边delay之外 然后他领贵也领不出来 然后还要再等拖车 拖车还要再进去 铁路也是塞的 哼哼 就是整个就是便秘的状态 哈哈哈哈 很贴切的形容词 对就是全部的铜路都塞住了 所以接下来其实疫情过了以后 这些运价好像至少短期内 看起来不会复原到疫情之前的状况 应该是说我们在快速的复原当中 其实在上海那边他们封城了之后 其实海运的需求骤减嘛 因为他们封城 然后也没有产出 那其实在我们亚太要去欧美来说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需求 是 那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运价就松动了 是 那松动了之后 在今年七八月开始疯狂往下掉 那其实也有反应在我们的股价上面 是 大家应该如果 也有耳闻 曾经是航海王的人 现在就是也都是韭菜了 是 我们都是一起承担的人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运价 大概也都落 跟2019年没有再差太多了 那大家经历了一个很精彩的两年 对这两年可能不止船公司的 这些员工有拿到非常漂亮的年终之外 否则的应该也不少人赚了 不少 不少 中的不少 可能说并赚了还比船公司还多 是 哇 好 但是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 除了我们就是常看到新闻说 股价 运价 这样子跌跌涨涨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是 史无前例的个案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说给大家听 好哦 跟随高雄的呼吸 聆听港湾的声音 朝向希望的远航 朝阳大海的美丽 高雄光过电台 永远陪伴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 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 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 是在物流成缆业的妹讲 要来跟我们讲 这两年来 发生了很多精彩的奇闻意识 在海运业 对 就是海运业 可能之前都没有遇过的 是 例如有什么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 价格的历史新高嘛 以前大家都迁来迁去 那可能我们进阳线 可能都一百两百 就现在到了去年 就会有一万两万这种价格出现 直接加一个零 直接加一个零 是 然后大家都 就好像已经对这种价格已经 就是想说 天哪 这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这也太贵了吧 所以变一票货 可能就几十万 那变成是 客人如果要跟我们越解 我们就会很紧张 就说 没有啦 这一票 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是 对 这可能之前都没有遇过 所以大家可能身上都背了 非常多的几百万 只要客人出了几票货 就随随便便 大家就要飞几百万 哇 好 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柜子 因为塞港的关系 变成很多船上面有很多的重柜 都下不来 重柜是指 重柜就是里面有装货物的柜 哦 是 对 好 那变成大家都占用了这些柜子之后 可是本来的柜子就只有这么样的数量 对 那你可以想象 哎 那我有还要再出货的时候 就没有柜子了 对 就没有柜子了 那怎么办 就变成再烂的柜子都拿出来装 再烂是多烂啊 我有看过那个柜号是用写的 然后那个写还不是真的写的很漂亮 就是你还要猜说 请问这个是数字几号 是B还是8 对 然后就是写的很像写书 就想说天哪 这看起来也太凄惨 那种柜子也可以出的来 呵呵 就是你有东西可以装他就会 他就这样装出去了 是 然后那时候 其实出那种冷柜的客人都非常紧张 因为那柜子看起来就是奇烂无比 他说这到底可不可以用啊 冷柜就是他还要插电保冷的那些柜子 对 然后他必须要有8点几 可以让里面是有保持温度 只要一温度跑掉 他可能里面就 坏光光 对 所以他们都很紧张 但因为也是一味难求 然后冷柜也很少 我们也是都会跟客人说 不然你就卖出了 你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也是蛮拽的 因为真的其实在去年那时候 真的是一味难求 大家可能拿到仓位 就像拿到什么 价值连城的亿万富翁的感觉 就是到处大家抢折腰 也是蛮有优越感的 是 对 那另外就是 欧美那边的话 就是罢工造成就是板车啊 拖车啊 铁路啊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完全是塞住 或者是不够 不够使用 那甚至他们其实 美西那边 因为以前作业都还蛮顺 大家也不会去想说 要去upgrade他们的一些设施 是 直到发生了疫情之后才发现 他们的这些东西 是不堪使用的 然后柜场也不够 所以变成他们的货柜 并没有去做先进先出 的那种排列方式 所以可能 有些先到的柜子 已经被压在下面 很远 很里面的地方 然后诶 又有船来 然后又压在它上面 就可能有一些 后来才来的船 比较晚到的货柜 都可以先领走了 就前面先到的货柜 反而被压在下面出不去 然后客人就说 我那个后面到的我都已经领走 为什么我这个还出不去 然后我们也是有苦难言 是 也不知道跟如何跟客户解释 对 然后其实就造成了 船公司因为这样子 他还是照常去跟客户收 厂内的研制费 因为像我们会有一些 处罚的方式是因为有些客人 他把我们的柜厂当作仓库 一直不去领贵 是 那我们就会跟他说 你超过了几天之后 我们就会一天跟你收多少钱 嗯 然后再超过了几天之后 一天就会再变成更贵的价格 可能一到三天是每天一百块 是 可能四到六天就是每天两百块 这样子等级的往上 但问题是 今天客人是想领 领不到啊 这样你们也好意思跟人家收 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成懒业船公司收 所以我们也 而且那时候船公司最大啊 那时候船公司讲话多大声 阿爸没你不要摆啊 你现在跟我吵这个是不是 那你后面你都不要排 谁敢跟他们吵啊 就有排到就要吞杆 然后我们就只能吞下来 就跟客人说 阿不然他就是要收你就付啊 所以有一些 Demerge Detention 付起来也是万把块 超可怕啊 可是客人也都付得很干脆 他们只想赶快把货柜领出去 他们就想说 哇那这些人以前在那边 五块十块在那边跟我们看 其实他们也是蛮有钱 你们也趁机看清了 客人的口袋有多深 没错 但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有些客户是受不了啦 就有告这些船公司啦 那目前也还在诉讼当中 那这些其实有上新闻 就有一些比较大的 他当然如果说 他是几百个柜 每个柜都这样一万块 你看他成本有多高 那如果再加上本来的运价 就已经又是几倍的上涨 其实这些物流成本 可能他们以前都只抓在 他们的货物的10%内 可能就已经变二三十% 对那他们就会起了抗告这样 但我们那时候都觉得 嗯还蛮有勇气的 在这种时候告船公司 我就看你排不排得出去 可是这样回过头来 当好吧 他们已经可能已经有人先付了这些费用 但是这些柜子里面的货物跟商品 相对成本变高了 所以我们买东西的成本也会变高了 当然一定 因为像欧美甚至最严重就是英国嘛 是 对因为我们其实欧洲县来说 以前英国都还是跟一般的欧洲线同价 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进英国的话 它运价还硬生生的比德国啊 荷兰啊比利时又再更高 但这个加价就是 可能就是看船公司可能会认为说 英国那边在操作上面 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那当然这些羊毛都住在羊身上 所以他们的消费就会变得更高 哇 那难怪现在的物价一直涨 对啊 所以罪魁祸首 我们应该要怪罪到这些船公司身上吗 其实对啦 运费可能会成本上 他们就会增加很多 但也不能说怪我们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市场嘛 对啊 在一味难求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会被一直吵上去 是 那其实这个问题韩国也有发生 就是他直接 他们有一个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KFTC 他就直接告了15间船公司 就跟说他们串通操控了运费 然后就要罚他们6400万美元 哇塞 有成功吗 目前就是这些船公司 还在跟他们交手当中 然后跟他们提出申请 要求他们撤销这个罚款这样 这个感觉是一个要对一个大财团的抗争 可是15间其实也蛮多 而且这15间里面也很多都是韩籍的 那个海运公司 像什么星亚啊高丽啊 场景啊等等 那兄弟就是H&M他们自己 也是被告的质疑啊 所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 但是看来就是船公司在这一波 真的惹毛了不少人 对对 现在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民生物资的那个上涨 船公司也要负担一些责任 对我们会是原因之一啦 但是其实现在也都慢慢的趋近正常化了 那可能在这一段时间的库存消耗了之后 希望物价可以再回稳一些 那以你自己在工作上面 这两年内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史无前例的案件是你自己接触到的呢 这两年内我觉得客人其实都变得非常的nice 只要你给仓位 对就以前都是我们眼巴巴的说 不好意思啊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来排一票啊 然后客人就说 你比别人偏那个贵了五块钱 所以我就排了别人这样 然后我就好那没关系 不然下次好了 那可能客人又会说 我们家是月节四十五天哦 月节六十天月节九十天哦 然后都讲得很顺这样 可是哎 这两年就不一样了哦 就是打去就说 不好意思有需要吗 要要要要要 然后我需要哪里哪里哪里呢 然后价格 好没有问题 价格不是问题 我跟你讲有仓位才 你我就订你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被客人追着跑 以前都是我们追着客人跑 然后就客人就说 哎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要月节 说啊那月节的话 那那没关系 就要不然你们排别人好了 然后客人就说好 那不然我们就是十五天内付款好不好 哈哈哈哈 类似这样 就客人都变得很阿沙利耶 对就是 卖方市场买方市场的互换嘛 那大家就是各自去感受各自之前的谣白 那当然现在七八月之后慢慢又转回来就是买家市场嘛 就是还是shuper最大嘛 那现在就是也回到了以前shuper来喊价格啊 然后shuper就说没活啊 现在要你们又要开始追着客人了 对所以就是去年太摇掰的 今年就是要学着如何低头 这是风水轮流转的意思 对对对 而且转的还蛮快 哎突然之间就是优势不在 然后价格就一直往下调这样 哦做这一行其实心脏也要很大 你要随时能够适应现在市场上面的变化 对而且你要一直与人为善千千万万 好不好就像船公司这种 或者是你跟客人之间 那种关系是很微妙的 就是你调掰不能太调掰 然后有时候你要站人家也不能站得太过 因为都不知道下一刻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什么时候我会变成趋于弱势这样 是是是 好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每周五下午来自港口海洋的声音 嗨听杜伦说什么 哈喽欢迎回来 本集呢要来跟大家说说 可能平时我们比较没有接触到的海运的市场 但是虽然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 可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至少今天终于知道 这些物价民生物资为什么一直涨 就是因为船公司一直涨运价 我是之一 好之一之一之一 当然还有一些乌二战争什么的啦 对 是 那但是现在疫情已经越来越和缓了 那大家也开始出国旅游了 但是海运市场也有 也是跟我们的客运空运旅游市场一样吗 有这么样的欣欣向荣的感觉吗 应该是说我们反而是完全的往下滑 然后需求不在 应该是说大家在之前已经买了太多东西 然后也都陆续到港 可能之前塞港的关系 那他们有多订的货 然后所以导致这些货都已经慢慢慢慢的都进去了 那变成大家的库存是有点过多的状况 然后反而今年应该算是 各地应该是最缺的不是海运 反而是仓库 是 因为之前买东西要有地方放 是 对 那变成现在反而是一些港口 不论是台湾或是其他国家 他们港口附近的房地产就欣欣向荣 因为大家就是要需要地方放柜子啊 放货啊 对对对 那港口附近又是最方便的 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船公司这边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需求下降 然后运费一直往下掉的问题 那船公司这边就会用减班或是减仓的方式 去keep住这个价格 不要再掉的太离谱 因为为什么之前长荣扬民的股价会到五块十块 这种情况 是 如果大家还能够想起来的话 那个时候 真的蛮惨 那时候海运费真的很低啦 其实是低于成本 那时候其实扬民赔的好几年 嗯 对那我们也是不希望说再回到当时的情况 嗯 那我们可以趋于正常化 但是不要让我们倒了 对不要 赖一票赔一票 对 那所以现在我们会是用一些取消航次的方式 那当然也是既然国外那边在塞港也不要有那么多船只 我们又是每一个礼拜都固定过去 我们现在可能就会是两个礼拜过去一艘这样 那大家就是集中火力 那我们的船也可以装的比较满 嗯 这有点像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人要搭飞机 所以航空公司一直在减班 减航班 对 有点类似这样 大家就希望一架飞机可以多摘一点 对就是把它装满 就是也比较环保 也比较节省成本这样 是 对啊 所以其实是完全是不同的风景 嗯 对 哦 这样对耶 那这些到了每一个港口的货物 现在都面临了这个囤货潮 对啊 就是其实台湾也是 就是像我们公司是有做仓库的 是 我们的仓库真的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 是 很满吗 对 很满之外 就是要一直学会如何 呃平静又不失礼貌的拒绝客户的需求 就是已经放不下了 就是真的放不下 然后大家打电话来都是几千版的需求 然后我们都要说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目前真的是收不下 当然我们也有试着要去找其他的仓库 但大家都超级满 哇 那是这样子会不会有点类似 呃未来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跳楼大拍卖 就是这一些囤货这么多的呃货主们 他们的货量这么多 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就是销售手法出现 但是他们其实这些原料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可能有五六种的原料去变成一个成品 但可能五种原料都到了 但就是少一个还没到 最常见的就是晶片 然后晶片没到就变其他东西就只好放着等它来 然后来了之后就全部都跑出去 然后再去变成成品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些仓库需求 也不是说真的有多定 他们可能是在等 哦等某一个 key point进来 还在海上的 对对对 那当然也有之前就是过度消费 就是买太多 像我们有去客人的仓库去看 客人都说看到这个仓库 每一颗的钢卷都是一滴眼泪 因为都是在最贵的时候下单买的 然后现在客户就是延单啊 弃单啊 因为价格一直往下跌嘛 那变成买家这边也会 就是一直在观望啊 就觉得 诶我这礼拜买跟下礼拜买 可能下礼拜买会比较便宜 那不然我再等等好了 对 就会导致这些库存就一直在等待的状态 哦 对大家都在等一个好价格 是 对 可是这些 已经进来的货 如果他们已经花了那么高的成本买进来 他们也不甘愿 对 但他们也没办法 找不到买家也只好等 所以他们就只好找仓库放 是 所以获利的是仓库 不好意思哦 诶你怎么讲出来 不管怎么样 获利的就还是仓库 就是以现阶段来说 仓库会比海运来的吃香一些 是 对 因为海运的话 就是因为大家库存都还正在销 就是有点停滞的状态嘛 因为买家也还都在等 那变成原料成品都塞在这里 那海运大家就会 也是在观望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说 诶下礼拜的价格可能会比这礼拜便宜 对 他们就想要订下礼拜的 然后这礼拜的大家就是会想说 有没有这礼拜的货 有没有这礼拜的货 我们也是很怕接到船公司的电话 去年都不会接到船公司的电话 是 接到的时候都会很害怕 想说是不是又要跟我说我的 柜子上不去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接到电话就 嘿怎么了吗 他就说阿斯多不会来牌了是不是 就没有货了 对啊 就是两样情 真的好可怕 嗯 对 但现在 所以现在面临比较大的 现在没开眼笑的是我们的仓库业者 所以 你所任职的公司也据文有不少的仓库 对 就是我们一直在还想要继续找更多的仓库 是 那可以再服务更多的客户 因为今年拒绝了太多客人 真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目前仓库里面大概都放了哪一些货物了 其实五花八门都有 是 就是 汽车产业啦 或者是像今年会进入南科的台积电的一些 呃 他们的供应商等等 都会选择用好好的服务 是 对啊 因为我们有保税自贸嘛 然后又有一班厂 那我们又有多温层 所以其实 现在在温度跟湿度上面 要求的客户也蛮多的 是 温度跟湿度的客户通常都是 食品嘛 就是是跟吃的有关的 跟吃的有关 或者是像 呃 他们这些做晶片的 他们好像有些原料 也要控温嘛 对对对 他们湿度温度都会需要控制 是 对 所以 我们有很多客群啊 嗯 对啊 所以 去走一趟你们的仓库 就大概知道说 像接下来台积电 南科 准备在南部扎根 所以 对 你们仓库里就堆满这些货物 哦 可能就会可以看得出一些趋势啊 是 对啊 但可能我们拒绝掉的客人 他们也会是一些趋势 但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你们拒绝了谁 我已经忘记了 哈哈 是 好的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 嗯 海运市场其实现在也在一个 过渡时期 但是他其实是在回稳的状态之下 对 他就是回到原先在疫情前的正常 大家可以接受的价格 嗯哼哼哼 对 也就是说我们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再看到 嗯 股价暴涨 或者是薪水暴涨这样子的新闻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有这些 不该有的期待 就是让他趋于正常吧 是 对啊 因为这对大家的生活成本来说 嗯 也是一件好事 没错没错 我们要去消耗 会把 要把这一段时间的库存吃掉 可能也要到明年第二季了 嗯哼 对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的通货膨胀 大家都要撑住 好 大家要加油 至少我们有大概知道说 呃 这个凶手有可能是哪一些原因 对 但是也可以期待 有一天 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价格 是 对 至少目前现在看起来是慢慢慢慢的趋于正常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妹将来跟我们讲了这个非常国际化的议题 让我们更认识知道 呃 非常谢谢你 谢谢 感谢你 我们下期再见